2012年12月14日 康州桑迪胡克小学爆发枪击案 一名全副武装的年轻人 开枪打死了20个孩子 和几名教职员工 让全美国陷入悲痛和恐惧中 几天以后 奥巴马总统呼吁采取行动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件了 必须制止类似悲剧 要制止就必须改革 就在安葬遇难者 全国民众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同时 奥巴马总统指定拜登副总统 领导一个工作小组 来预防枪支暴力 其实我们的行动结果 只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那也是值得的 拜登会见了枪支管制辩论中的 各界人士 包括拥护枪支权力的人士 反对限制枪支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则敦促美国学校增加武力来保护师生 全国步枪协会执行副总裁 韦恩拉皮尔说 这只持枪坏坏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好人你有枪 也有人说可以采取措施 既不让最危险的武器落入坏人手中 同时又不损害美国宪法规定的 可以携带武器的权利 支持管制枪支的丹格罗斯说 拜登副总统提出的建议中 可能包括禁止个人拥有攻击性武器和强力杀伤性子弹 加强枪支出售管理条例 并且改善美国的精神疾病治疗 一些武器销售商说 近来购买枪支的人数急速上升 那些人担心政府不久会推出更加严格的法律 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特雷福·伯勒斯说 华盛顿制定的解决枪支暴力的措施 只会取得微弱的成效 我最怕那些装饰性立法 这些立法很可能会做出禁止攻击性武器之类的规定 然后说我们做事了 让我们拍拍肩膀的回家去吧 尽管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桑迪胡克案件带来的枪支管制动力 不仅仅限于美国首都 纽约等州正在考虑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说 很简单 没有人会用攻击性步枪去打猎 没有人需要十颗子弹来杀一头鹿 太多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 现在就停止这场疯狂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让长期见惯枪支暴力的美国人都感到震惊 在全球仍然为之愤怒的同时 拜登副总统提出防止枪支暴力的建议 可是国会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会讨论 那时候桑迪胡克案件的直接效应 可能早已淡缺 VOA卫视报道